挖树坑 放进树苗 填灰土壤后再浇水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树仁和与多位市议员 亲手种下桂花 茶花与樱花等树苗 这是由民进党举办的植树活动 选择在风景优美 杜鹃樱花同场绽放的红弹山进行 就是希望为基隆留下更多绿地 减少碳排放 环保爱地球 选在这个地方来种植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树 当然树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对于我们的青山绿水的保育 我想我们必须要做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能够减碳 红弹山其实就是基隆的肺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种下一些绿色的植物 同时可以美化环境 那也达到净零排放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目标 植树大家都知道可以进化通气 调节温度 然后维持水保 那我们西洋市有90%以上都是散播地 其实需要水土保持 现在在基隆市议会也正在推动 政府跟市议会的五指化的行政作业 那希望说可以让大家一起在环境保育这一方面出一份力 现在台湾是地球川的一份子 我们能够为台湾这片土地 留下越来越多这么宜人的风景 留下越来越多这么舒适的环境 是我们一直治理的目标 其实我们也藉由这个活动来去多多宣导我们的环保的观念 也希望大家多爱护大自然 然后共同来去响应 那未来也可以创造更多的绿色植物 让大家拥有更好的生活空间 像我们的自然生态跟树木呢 都具有这个水土保持 还有调节空气 甚至改善全球暖化的一个功效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植树节的一个活动呢 来让我们社会大众能够重视地球 爱护环保 这场植树活动也吸引多位经过的山友热情响应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表示 这次共种下一百株桂花、茶花、金樱花及樱花 接下来将由临近山庄山友定期浇水灌溉照顾 希望小树苗能顺利成长 为红弹山增添更多色彩与绿意 种下一片绿 永续开干真够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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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